大家好 我是宋房金 首先我想问一下 张山刚老师和李淡老师 你们这个节目是怎么回事 因为请的主咖一期不如一期 当然今天潘玉明老师来了 是个好消息 你们节目组主咖下跌的趋势 就此止住了 只能触底反弹了 你就是不反弹 他也触底了 但是看到场上的这些人 我很失望 没有宋丹丹老师 你们让我怎么吐槽 哪怕你们给我请来于正和郭敬明呢 请不来 我知道他们不敢来的 给这点钱谁敢来 也就只有我这样缺钱 但不缺正义的人了 刚才很多人提到了 我和宋丹丹老师的两颂之中 这件事影响力非常大 成为了2014年安徽省高考作文题目 这事也成为影视行业 一个巨大的改变 以前演员都是直接在片场改剧本 现在呢 都会编管改了 所以我说在中国做影视剧编剧 就是个悲剧 我们经常听到有作家自杀的 世人自杀的 编剧 即便没有 因为都是猝死 来不及 假如一个编剧去跳楼 电梯里能接到六个电话 五个是让他改剧本的 还有一个通知他 向个上母 黄了 好不容易捂着胸口到了楼顶 准备发一条微博告别 一看微博 余政又又抄袭了 郭敬明又又又抄袭了 直接脑溢血 所以看到刘光乐老师 我非常的羡慕 因为运动员虽然也都一身伤病 但是不至于脑溢血 还能为国中光 不过你们乒乓球比赛的剧本 太单调了 总是第一 但是最近有点变化了 不拿第一了 难道你们也被人改剧本了 同病相连啊 一会我们下场之后聊一聊 现在演艺权的门槛呢 非常低 都陷进去了 潘元明刚出道的时候 也是小鲜肉 但那个时候的小鲜肉长得好 还得有演技 才能进这个门 现在呢 只要长得好就能进门 今天见了魏大勋后 我发现 这一行事 你就免费对公众开放了 以后没人参观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行业的门锁上 再这样下去 李旦和池子也都进来了 天经济 我们的影视创作 就是在做减法 如果我们的剧本有90分 美术来了减10分 导演来了减10分 演员来了减10分 小品演员来了减到负分 但是小鲜肉就不一样 他们的剧 每个环节都是在加分 编剧来了加10分 美术来了加10分 导演来了加10分 所以由小鲜肉的剧 一共30分 舒畅老师对这个应该很有感受 作为一个入行近30年的老演员 竟然还在参加演员的诞生 那之前算怎么回事 最有意思的是 宋丹丹老师也在这个节目 还是评委 我看在这个节目里面 有次宋丹丹把票投给了树畅 但播出之后又宣布 当时是被剧情带跑了 另一个演员真好啊 要说呢 宋丹丹老师就是狠 连播出了的剧本都改 这边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小鲜肉 庞博 不敢当 长得好 还有实力 听说啊 据说是什么脱口秀大王 但是大王这个称呼呢 怎么让我感觉是在参加一个 行业表彰大会 那跟你做的一块的 是不是还得有开锁大王 拼鞋大王 养鸡大王 那最后压着的就是 拼花球大王了 我也认识俩大王 于静大王和郭敬明大王 啥呀 为啥是大王呀 我说他们抄袭 他们就说我没作品 其实我有 那不是被人改了吗 再说 他们不就是让我多写点 他们好抄我的吗 当我傻呀 我今天在这里正式宣布 为了遏制于正郭敬明 再抄袭 什么剧本小说 我都不写了 了不起 好 我的创作生涯从今天就正式结束了 定制抄袭 从我做起 偶言 呼吁的也差不多了 说说潘岳明 一个不是来得太早 就是来得太迟的演员 潘岳明老师 刚出道的时候是小鲜肉 但那时候流行老戏骨 等潘老师熬到老戏骨的年龄了 又流行小鲜肉了 甚至是不会演戏的这些小鲜肉 潘老师 应相声术语来讲 你这就叫倒霉孩子 别看潘老师是一个油腻中年 其实特别喜欢摇滚 经常跟人炫耀 我血液里都是摇滚的节奏 潘老师 别得意了 赶紧去医院查一下 我觉得那个节奏很有可能 是心虑不齐 潘岳明老师 您一定要保重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您的表演 您声音能圈缝 身材能掉缝 下巴能洗缝 当然咱们潘老师最终还是凭借白夜追星证明了自己的演技终于红了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白夜追星马上就要在海外播出了 我非常自豪 这是一种文化输出 就是输出功率有点像 其实 说到底 潘岳明只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但是当周围的人都不合格的时候 合格就成为一个难得的品质 我很高兴这个倒霉孩子 终于迎来了他的春天 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合格 我们这个倒霉行业 也必将迎来自己的春天 谢谢大家 我是杜文明 真棒 太棒 太棒 太棒了 太棒了 全家 也不能 太棒了 太棒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